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这一集来分享推案量又爆炸 通向高点了 我们在这个新的年度 又有很多新房子可以看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七都Q1房市推案充4500亿 农年首季买气旺 房市迎春天 光是前两月的六都热区推案量 就近2800亿元 专家预估329档期即将登场 去年不少地盐案量已经蓄势待发 今年首季六都加上新竹县市 也就是七都的推案量有望 突破4500亿元 较去年同期将挑战 两位数的成长动能 那根据统计 六都今年一二月的推案热区 全台以北台湾表现最亮眼 像是桃园市推案前三大热区 桃园、龟山跟中立等区 共有28件新建案 于800亿元暗量登场 而临近新北市的板桥、三重及林口 亦有25件于700亿元的总销金额登场 那台北市呢 则有北投、松山跟中正等地 总销金额分别为158亿、100亿、93亿元 台中则有南屯、西屯及杀戮区上榜 其中杀戮区一甩去年阴霾 近期共有9个案件 106.7亿元进场 不过南二都前两月表现相对冷静 除了台南市东区合计有100亿元暗量 其余地区均处在相对低水位 研判业者可能在农历春节后 在329档期再趁势推出 那相较于年底为传统购物旺季 农历年前常被试作淡季 建商推案量通常有限 不过今年在利空淡化等优势下 房市买气反而呈现淡季不淡 建商秀道商机自然积极进场 也为年初329档期提振不少试气 以桃园来看 去年有不少区域出现减量、延推 甚至是拉长浅销期以求必利空的现象 整体推案水位明显下滑 然而到了今年却一扫阴霾 极大主力重画区更是摩拳擦掌 陆续传出有答案公开 像贵山区今年估计一口气有两个指标案 桃园也有一个指标案 带动量能重返高点 至于新北市今年看点人聚焦在重画区周边 像是板桥在江翠北侧就有两案公开 另外近年新北丹黄区也有不少围绕案出现 像位于板桥文化和双十路的某一案 这个案子因为地段精华且户数有限 同时又规划一房两房等小坪数的产品 颇受年轻客群青睐 目前开价约八字头 至于台南跟高雄两地 由于去年上半年曾有一波新案出笼 加上科技题材使两地房价飙涨 目前当地仍处于区化阶段 推案状况尚不明朗 不过随着台积电传出 将在高雄增建设厂 是否会再度替当地房市掀起旋风 是今年值得观察的重点 那看来今年三二九档期啊 全台的推案量是真的是蛮旺的啦 可能是因为在总统大选前 没有来得及推出来的案子 在今年来得及推出了 可是这么多案子其实也不代表买气有旺吧 的确 对 选后的看房潮是有 又有这个新清案 可是你前几集有说 新清案的这个吸引力已经在递减了 所以这个东西会不会变成 全台的案量很大 然后全台卖业一起变大 我们先不讲这个新闻了 到底会不会是广编稿啦 先不去这样讲了 但是至少我有些看法 我跟他有一些不一样啦 那当然第一个 到底是建商很有信心 急着在三二九推出 不管是建商呢 可能评估市场的关系啦 或者是说购物啦 可能是在选钱 偏向观望 收手的状态啦 还是因为选钱不发建造 选后发 那你该开卖了 你必须得开卖 这是两回事 再另外一个是 建商看到了淡季不淡 真的吗 建商难道不知道 这是因为新清案吗 新清案没有错 它作用是在乘污市场 但是乘污市场热络 就会造就有些人 他可能自备款不足 那他会选择建商的优富方案 因为觉得大家好像 又好像在买房子了 我同事之间好像大家又在买房子了 那我觉得好像不买不行的跟一下 难道建商不知道吗 我觉得建商多数是知道的 除非有一些比较local一点点 在地小建商 他不是那么市场派 他可能完全就是 譬如说他是工班出身 然后买块地想要盖这种 他不太清楚 或者是说新的建商 他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多数有经验的建商 应该都知道 事实上应该是这样的状况 甚至今年还有一些交污潮 应该不至于到太乐观 我不是说悲观 但不至于到太乐观 我说有经验的话 应该都会这样看 那推案是一回事 我推案推得多 我今年就一定卖得好吗 不一定 那我推案推得多 我们也要看看 到时候他出来的时候 一开始的价格 一定是测试市场的表价 那就看他表价出来以后 能够撑多久吗 但也许有些 我先讲特定好的区域 也许可能很快 特定好的区域 但是多数的区域 应该会没那么顺吧 那是不是会有机会 更诱付方案 送更多东西 或是等等之类的调整 这个我觉得后续再看一下 因为这个推案量 达到这样子的金额 不代表你的成交量 就有这么多 这个是很难说的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刚刚有讲到 辛勤案他的威力 在慢慢递减 而且他主要作用力 也是在成务市场 那成务市场 会不会回推到 预售这边 当他这个威力 在下降的过程中 会不会回推回来 这个有待商榷 那其实是回推回来 如果说你的推案量 这么大 那我选择也多了 对不对 尤其现在这个市场 是大家是比较冷静的 讲实在话 真的是比较冷静 除了去年下半年 推了一下这个辛勤案 在成务有了一波 不然的话 预售新案 你再去想办法创新高 我觉得有难度吧 但是他也只讲 我推案量会达到这么多 但没有说 我的价格要往上涨 没有一定 所以有可能 推案量是我的表价 那来谈 我的条件好的 我的地段好的 你可能谈不动 但是我稍微差一点点的 有没有机会谈 可能有机会 所以不见得这个时间点 推案量出来了 大家就要很紧张 是不是市场又要很热了 又要一窝蜂 冷静一下看一下 就是说 我没有说他讲的都是不对的 在现在你看到这个新闻 我觉得你可以先 稍微冷静一下 看一下 反正推案量那么大 你也不用那么急了 你不会买不到 再没有 我也回去中股市场 看一下 反正我用新清安又没有差 你现在买预售 我都用不到新清安 除非说他继续延续 不然的话你用不到 我用不到新清安 那你预售要什么吸引我 优富方案 我送家电 我送什么东西 我实质上让你拿到CP值更高 不要让我表面上的价格降太多 我也没有说我要高很多 那我差不多就好了 但是可是这个乘务市场 却一直想办法再贴近这个预售屋 当你预售屋市场 他就先hold住慢慢卖 他就有机会去分食掉 现在想要买乘务市场的人了 他如果觉得说 如果说我今天买这个是老房子 我后面还要花很多钱整修的话 那我不如买个新的 你这个喊给我 我换算一下 也许这样子也可以 不然我自己花钱装潢 我可能也要装潢贷款 那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有可能选择预售屋呢 是有可能的 你只要预售屋的价格 不要太 就你单价不要开起来太高 但是你也很难讲单价 他就是平速切切 切给你总价看起来不高 你有时候可能就会被洗过去 至少新房子 我至少不需要多花钱 有可能 再来是讲到高雄跟台积电 这个部分 也许未来是有机会 但是现在真的有必要这么急吗 如果你财力很够 你放在那边 等得了 你等得了 那我觉得你去放 没有问题 因为我相信政府整个政策 你看起来 他现在是往高雄这边的利多 是蛮多的 但是这个利多要回收的时间 是要多久 那如果说你可以这样子的话 没问题 那如果说你是小资的投资客的话 我觉得就是不一定要这么急 你可以等多一些东西 再确认以后 因为你重点你要投资 你要首先要先确保你 因为我们小资 小资你要先确保不赔 你也许取得成本会高一点 但你要确保不赔 那你现在取得成本很低 很前面 但是万一他有什么风险 该怎么办 没有错 取得了成本 决定了你投资的利润 没有错 你成本越低 你越有机会获利 没有错 但是你取得成本很低 但是他的海中央 那有用吗 但我不是说这么夸张 但我只是比喻一下 你还是等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消息 更明确一点点 然后他的进行更顺畅一点点 你再去也不迟 也不用这么急 所以简单来讲 现在要看房可以看 但是你不用急 你不用担心说 后面会有很大幅的力道上涨 要上涨也是微微的 甚至你在这段时间 还有可能它是持平的 或是他给你一点点价格 甜头 对 甜头 价格上看起来没有降 但他会给你一些甜头 但是现在来看 应该你还是静下心来 就不要说 我到时候没买就买不到了 突然量那么大 房市又要大热了 又要像前几年的疯狂了 可能不至于 OK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房老奇 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